控制你的思路 人的思路深深地影響到人的身体 如果让脑筋去想不健全的事物 脑筋能够引致灾害 甚至能够杀人 但是如果运用得法 它都能够将病体医好 当脑筋集中精神于正确的思想 同时有正确的努力和了解 它所能够产生的效力很大 一个纯正具有健全的思想的脑筋 确能够导致健康和舒适的生活 佛陀说 没有敌人能被自己的贪婪 憎恨 妒忌等思想更能害自己 如果一个人 不懂得如何依据环境 来调节他的思路 那好比一句行尸 将思路转向自己 尝试将内心的欢乐找出来 你将会尝尝 找到一个快乐而无尽的传源 正在等你来享受 只有将思路控制了 使他沿着正路有秩序地进展 那他才能够对人和社会有贡献 歪曲的思路是人和社会的负累 世界上所有的混乱 都是由一些不懂得如何控制思路 使思想平衡清醒的人士所造成的 镇定并不是弱点 有修养的人 时常保持镇定 当事态平顺的时候 保持镇定并不困难 但是在受到打击的时候 仍然能够沉着应付 却很不容易做得到 这种精神值得培养 因为他能使人的品格坚强 请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吵吵 说话多多 紧张处理事情的人 才是坚强有力的人